您有提出这个认罪协商的部分 它表示说不晓得利润基础是什么 发言跟我的认知理解有差距 我是根据我过去在刑事诉讼法 以及过去在调查局 以及在一些相关司法警察单位的一些工作经验 我是研判 如果在当事人自己也不否认某些事实的潜意之下 当然了做了哪些事 并不是说没有做的事也要认 这不是所谓认罪协商的概念 也就是说 有一些如果你本身已经在法官或检察官那边 已经具体陈述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展现一个态度 或者他们需要来进一步说明的 那就把它说清楚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诉讼策略 会不会担心说诉讼对柯文哲的结果不是很好的话 会把整个党都拖下去 如果要长远走下去的话 其实有些事情 总是要有人出来说一些真实的话 其实我也并不表示说我不相信他的心白 而是说不要再研压 因为他本身其实可以抗告 如果他能够早一点出来 总不要留在土城看守所在思考 如果到外面来 大家一起来官司慢慢打 因为土力罪 说真的打到最后 无罪的比例是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是不是很高兴 我可能会来到这一段时间 我来自我 你应该看守所在这种台湾 你应该去看守所在这种台湾 就应该去看守所在这种台湾